日本是自动贩卖机大国 平均每23个人就拥有一台自动贩卖机 这些机器不仅出售食品饮料和日常用品 还有一系列奇特的商品 是的 当地有一家商业补金公司就突发奇想 推出了冷冻金鱼肉贩卖机 吸引了大批的掏客购买品尝 然而 动物保育分子纷纷谴责商家的营销手法 因为这恐怕将会导致补金活动更加活跃 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仔细一看 这家奶白色装潢店内的自动贩卖机上 竟然有鲸鱼的图示 没错 这是日本补金公司共同传播 最新推出的鲸鱼肉贩卖机 满足想吃鲸鱼肉的顾客 从鲸鱼生鱼片 鲸鱼排 鲸鱼罐头 到鲸鱼培根 应有尽有 价格从1000日元到3000日元不等 大约是33令吉到98令吉之间 日本的补金活动一周 一直以来备受争议 环保人士认为 鲸鱼肉不再是日本年轻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 他们更习惯于观赏鲸鱼 为了避免争端 不少大型超市干脆不售卖鲸鱼肉 因此这家补金公司才会推出 鲸鱼肉自动贩卖机 满足部分人的需求 由于动物保育人士不断批评补金活动 冰岛等其他国家都逐渐减少大量商业补金活动 补金公司发言人表示 尽管面对反补金团体强烈的反对声浪 但自动贩卖机的销量 已经证实了 鲸鱼商品的市场价值 该公司更激化 未来五年内在一百个地点 设立这类自动贩卖机 吃了一点味道